有的人在這裡啊 好市長吳伯公 前國民黨秘書長系數出席 來迎大老彥的人名 不願照片曝光保持神秘 根據了解王侯彥就在1號晚間 由李乾隆作東在三重駐家舉辦 找來侯友宜 國民黨前主席 吳伯雄 前副主席郝龍斌 王金平 馬英九等大佬力促團結 但出席的議長只有新北市 蔣根皇 桃源市邱益盛 這連黨主席朱立倫 人也因為在南部缺席 談到核能的問題 也談到九二共識的問題 談到吸引青年人來加入國民黨 談的話題很廣 但侯市長玩到早退 還是藍營大佬們 幫忙在面邀王金平 李乾隆 吳伯雄直白說 你是最適合的人選 能整合團結黨內各勢力 應該要擔任侯友宜進總主委 但王金平仍以有其他更好的人選 我當榮譽主委就好 唯由再次拒絕 他應該自己親自在登門 王院長跟他是贏香拜官公的兄弟嘛 所以他跟他有一定的交情嘛 所以我們也期盼王院長能夠出面來協助 大家要團結 不能夠再有以前的換出2.0 這一頭李乾隆促成王侯燕 另一頭朱立倫 忙著安撫挺郭派議長 一號南下屆張榮衛 但秋毅臉書發文批終將失敗 因為徵詢徵召意見的時候 根本沒問地方議長 絕對不會有換侯這個謠言 這個是有心人要分化國民黨 侯友宜民調墊底 挺侯派憂心 完就頹勢 積極促成大老燕給建議 朱主席出馬拉攏挺郭派議長 但想要爭團結 恐怕沒那麼容易 三日新聞黃欣承握播宣